国庆廉假最后一天 国武北向投城路段 一早就涌现了北返车潮 大量车流归宿前进 雪碎回路大约两公里左右 高工局预估会有 10800万次车辆 而针对收假日的车潮 高工局也这么建议 建议民众如果要北上的话 南部地区的民众 尽量在九点前出发 那中部地区的民众 在十二点点处 高工局也公布 国道十一个地雷路段 国一北向西 罗到浦岩系统 南屯到后里 苗栗到湖口 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 草屯到雾峰 大山到香山 关西到大西 国武北向宜兰到平陵等 而国庆烟火晚间 将在台中中央公园施放 高工局研判将有 大辆车潮涌入活动会场 国一后里路段 预估下午两点开始 一路拥塞到晚上十点 也特别建议下午 不是特意前往 台中地区的拥路人 可以改到国三或是台六一 提前出发 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澎湖海上交通 则是全面停航 上百位民众以及游客 一早到机场补位 在现场虎等三四小时 我们要坐船回去 在民众售假之际 气象署上午 针对四线市发布大雨特报 上去盛防摊坊落实 而第十五号台风布拉湾 也在九号晚间 悄悄转为中度台风 将持续增强挑战墙台门槛 未来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 对台湾没有太大影响 不过近日温度急转直下 民众外出还是要注意保暖 细带语句 记者综合报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